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苏格兰麦威士忌协会中国区的负责人 目前工作在上海 第一次接触威士忌很早了 当时我是在广州工作的时候 那当时在澳美广告 因为我们的客户是马爹利 所以呢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其他的养酒品牌 所以当我们这一群广告人每天加班完了泡酒吧的时候 最潮流的点的酒就是Johnny Walker Black Label 我第一次接触单一麦芽的时候 是我加入明月宣泥师地亚及欧养酒公司的时候 那明月宣泥师旗下其实有很多品牌 除了宣泥师明月香槟之外 大家所熟知的有格兰节亚伯以及苏格兰麦威士忌协会 那跟苏格兰麦威士忌协会的缘分 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悄悄地种下了 只是当时还不知道而已 当时其实有两个印象满身的点 一个呢就是当时其实喝的最多的 或者是第一次喝的丹一麦芽就是格兰节的十年 也就是格兰节的经典 那它是一个非常轻柔花香 非常多花香的果香的这样的一个酒 我当时其实还觉得还蛮喜欢的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很有趣的故事 是我第一次接触阿伯的时候 就是亚伯 那当时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开会 开一个亚太的一个市场推广的一个会议 大概有一百多号人 从亚洲的各个国家来 然后我们格兰节 亚伯的负责人也都到场了 那我记得在会议的中间 他们就请大家来品尝 他们拿来的一个亚伯的一个酒 应该是亚伯的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丹一麦威士忌 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 任何泥梅的威士忌 那酒呢就先放在了这个桌子上 然后拿这个盖子先盖着 然后等我们进入了会场之后呢 亚伯的这个负责人就建议我们说 大家可以打开盖子先来闻一下了 但当我打开盖子闻这个酒的时候呢 当时我差一点就把这个酒给扔出去了 因为我觉得啊太可怕了 这个酒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就是很强烈的这种 当时我感觉很强烈的消毒水的味道 我感觉就完全就像一个毒药对我来讲 那后来还是强行的让自己喝了一口 发现说这个酒其实闻起来挺可怕的 但是喝起来还是很有趣的 那这个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个经验 也有可能很多刚刚开始喝妮媒的人 都会有类似像我这样的一个经验吧 在16年的4月份 我去新加坡探访我的一个朋友 那他呢当时是苏格兰麦威士忌协会的股东之一 那他跟我讲的这个协会酒的整个的一个理念 其实是深深地吸引了我 也打动了我 和目前的大部分的这个养酒的品牌 都不太一样的一个模式 首先协会是一个会员制的一个体制 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的威士忌爱好者的会员组织 它首先是这样子 那他们当时的一些做法 其实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 那包括当时70年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调和威士忌的一个盛行的年代 很少人会喝丹伊玛雅威士忌 更不要说丹桶的圆酒 那他们这群小小的爱好者们 他们对丹桶圆酒非常的痴迷 那也很愿意说去尝试不同的一些新的 新的挑战吧 或者是新的风格新的口味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当下或者是当时 都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件事情 同时他们设立了一个密码体系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数字的体系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你看我们的每一个的酒标 他上面除了数字之外 其实还有我们的每一款酒 品鉴委员会为他品的这个 为他起的这些名字 那这些名字其实都非常的有趣 不是只是拘泥于说一个喝威士忌的一个风味 它是跳脱了风味 谈到了一个你对威士忌的一个想象 或者包括说你和威士忌当下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感受 那所以就是打开了你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和探索的空间 让喜欢威士忌的人不觉得有任何的压力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也就是这些点其实是吸引了我 对然后我觉得说这个太棒了 这个idea真是太棒了 我觉得在中国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我觉得威士忌以及我对整个的这个协会的 很多的一些不同酒的这个印象 其实都是跟人有关的 比如说17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 也就在这个办公室 我们现在的合作酒吧 上海的合作酒吧Volk Bar的老板 Edward Eau 先生 那他呢来我们这边想要了解一下 我们中国协会的一些情况 那当时只有六个酒和七个酒给他尝 那他尝了以后呢他对其中一款 112.14这款酒印象非常的深 他是觉得说这个酒很有层次 然后尾韵也很长 而这款酒其实是个非常年轻的酒 我记得这个酒应该只有一个八年的一个酒 我觉得也是就是每一个酒 其实跟每一个人都会给我一些故事吧 我觉得那Edward在这样的一个冬天 那当时协会酒面临马上要推出市场 其实我心里也并不是很有底 那Edward就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 从业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对酒有很独到的品鉴的能力 那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酒的这个钟爱 在这样的一个很寒冷的一个冬天 给了我其实蛮强的一个信心 我觉得协会就像他创始的理念一样 他是关注会员 我也常常跟我的同事 包括跟一些我的朋友讲说 我说其实我做协会酒在中国 那我只是帮我的会员引入他们喜欢的酒 以及帮他们临时保管他们的酒 那所以这个确实是我的心里的想法 其实会员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协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喝协会酒的场景 我自己感觉都是跟朋友 就是跟人跟会员 然后跟我们的合作酒吧的这个伙伴们 一块去分享 我觉得这个分享的乐趣是 是很超越超越了威士忌吧我觉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